哈喽大家好我是猫哥 大家也都知道啊 昨天呢我们的视频断耕了 这我们已经做这个十个月了吧 每天日更 然后雷打不动 但是呢昨天因为特殊原因就断耕了 具体什么原因呢 咱们一起去质问质问火姐去 看这火姐现在已经入睡了 还有这个39万的大脚 还有这只蓝狗 看看 现在火姐已经入睡了啊 哎呀兄弟姐妹妹啊 这火姐昨天晚上就是这个状态 现在是晚上8点 昨天也是这个时候 这我我我叫那个火姐起来拍视频吧 然后直接踹了我一脚 又过了一会儿我又去找他 然后已经开始打呼了 这我又不忍心叫醒他吧 本来最近好像也挺累的 就没忍心叫他 所以我们就断耕了 就是这么简单 哎呀兄弟姐妹们呀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我就特别好奇 这大家都说这山东媳妇特别勤快 但我火姐呢 自打取劲们 家里的饭基本上都我做 大家有目共睹啊 这家务呢 完全看火姐心情 这心情好呢 拖拖地 扫扫地 但心情不好呢 反正都是我的事 哎呀 大家说说 这我是娶了个假的山东媳妇吗 这火姐咱就没继承这些优良传统呢 啊 这现在是我妈来了 更肆无忌惮了啊 我妈反正把该做的都做了 哎 现在也是趁火姐是深度睡眠状态 我敢这么吐槽吐槽 这要是火姐醒了 不得把我披头盖了一顿 哎呀 太难了 兄弟姐妹们 刚刚说的话都是开玩笑啊 其实呢 火姐是个勤劳善良可爱的小仙女 你啥时候起来的 我因为你睡着了 咱刚都听到了 我就跟粉丝朋友们开个玩笑 跟大家逗逗乐啊 我就跟睡猫 哎呀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啊 还行 就是你说我打呼这个事我就纳闷了啊 这我都没睡 我打啥呼 没事 大家都没听到 每次你都把我打呼这个谣言散步的 五福四海四面八方的 不信你问大家 大家肯定都说没听到 我没睡咋听到的 我就是 火姐 我就是想跟朋友们分享分享 昨天为啥断根 这分享的分享的就 有点上头 我状态你看不出来吗 我最近春困秋乏下打盹 我到日子了 我每天我都感觉胸闷气短 耳聋耳背 还有点四肢乏力 走 我带你去智识 走 走 咱是啥 咱是缺少运动 走 断点断点去 我不学 我不学 你走 走吧 我缺睡觉 走走走 你看我回你两天五军打采了 走人家吃完饭都下去溜溜玩啥的 走 谁三更半夜还出去溜溜呀 现在八点宝宝 刚才八点 现在八点半了 那也不完 现在楼下你听 你干嘛都在跳广场舞呢 你听贝贝都睡了 不是我说 你听到了吗 人家贝贝现在里边玩着呢 哎呀 走哪天啊 下下楼下 我不行了 我跟你说 把小气带上 你得溜溜小气去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吧 你说 你说 你竖起耳朵挺好 我竖着呢 我身上的每一寸肉 都是我妈当年的懒肉身下来的 咱这也甩过丈母娘啊 咱妈可看着呢 看玩笑的 你这咱又躺在这儿了啊 让你坐一会儿你这又躺下了 你这累着了呀 你这上班受啥委屈了 你有啥委屈你就跟我说 这我和小七呀 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小七是我坚强的后盾没毛病 你是不是就不好说了 你看你啊 你走吧 咱就好好出去 稍微散散心 有奖励啊 一个吻啊 你看你这啥意思啊 嗨起来 我明天要跟你锻炼行吗 明天要爬上都行 今天不行 今天我的身体已经够死我了 我体力吐脂了 行吧 行吧 来 关家 辛苦了 吃点水果 喝点奶 谢谢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敲碎了行啊 嗯 好好补一补 我操啥心了 你多说说 操啥心了 嗯 比如 天天得想吃啥 嗯 有这么难吗 没啥爱的剪视频 嗯 感觉数到用时方很少呀 没词了 你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吗 那个 那你偷心窝子的跟我说 你觉得我懒吗 不懒 谁敢说我会接懒 我跟谁急 嗯 再吃点 吃点咱早点睡吧 嗯